朋友们好,我是老夏 昨天晚上我们在这个边巴乡录云的219鬼大厂 然后今天就出发去拉康镇 继续沿着219,往前走 好,一路上,再见 路过这个碉楼,我们进去看一下 整个一圈,只有这里一道门进去 这一封了的话,基本上冷冰清时代很难供入这个碉楼里面 找一下有没有宝贝,看在墙封里面 哇塞,底部的就是一米多厚 几米?2米吧,你这个 2米,墙体没有2米,它主要是这个隔内的位置加固了 这宝贝就越来越来越多 好几层啊,一层,两层,三层,四层 这里面总共算起来是四层,你看墙上的洞就知道哈 他们早期的话,这个 雕楼里面 它是属于 可以拿来隔层楼,隔楼的 四五层,这边有五层 下面可能就是楼里住的,上面是古人住的 确实,应该是这样 这个也在上千年的历史 说句实话,看看这个 最起码几百年有 大几百年有 看看他们那个墙头里面还留下有宝物没有 那个时候好好找一下 啥都不说了,赶紧找宝贝 万一墙头里面,他们没带走的 忘记了留下的呀 嗯,这个是雕楼的基础下面哈 我跟大家看一下这基础下面 这石头为什么成的这个样子 来,看到没有 这一圈都是这样,这个大门口,门口的位置 这个石头现在是风化了嘛,软得很 我跟大家演示一遍哈 这石头成了什么样子的 来,看到没有 是吧 全部都这样了,这个也是 是怎么原因,什么原因才造成这种情况的哈 那这个年代有多久远了,你看看 这基础的石头 这是基础上的,是吧 而且全部基本上都成这个样子 是水泡了之后才成这个样子的吗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水泡了之后才成这个样子 你们能够搞懂吗 这底部的石头 已经全部快风化完了 这里是2019的捷拉山口海拔3861 哇,这里海拔这么低吗 看一下前面那个牌子,219 219到5314公里处 来吧,你们来看一下 下的是以德盼人 嗯,你们认为的川藏县的七色拐跟这边的拐拐比起来差距太大了哈 这个全部是回头弯,全部是发卡弯 发卡弯,就跟加头发的发卡弯一模一样的,来回来绕 然后我们219的路要走到河谷里面去,跟着河谷走 然后我们现在的话,准备山上有条路,准备爬到对面山上去再回头 看看这个才是真儿八经的发卡弯,好朋友们 数一下多少弯我也不去数它了,走吧,继续往前干 这一座古雕楼群,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叫杰顿诸中遗址 应该早期是一个大家族,建在这个山头上,它是依山而建的,建在这个山头上 我们进去参观一下哈,这个遗迹修得太大了,真正的,非常宏伟壮观 我们看一下这个全国文物保护单位这个牌子上面 绝顿诸中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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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看一下 非常宏伟壮观,修得太,面积太大了,在山坡上 这里是绝顿诸中遗址 然后基本上已经废弃了哈 这个位置 已经进门的口子上哈 很容易塌到这个位置,雨季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 各位们 啊,这进门这个位置好小啊,要从这里爬上去 看看,上面 哈 上去看一下,哎哟 看看这个木方,顶在这里的 这个木方也是腐朽了,很容易断了去这里 结顿诸中遗址 哇塞 很容易很容易塌了哈,朋友们看一下 继续往前,往山顶上,把祖宝里面去,这儿还有一个圆形的 这个进去,这道门也塌了 嗯,我们来看一下这种,它这种撩腕孔 里面大,外面小,山脚形的,快都没有很 这边也是一样的 从外面很难攻入进来 哇,好险呀 主要是年代太久远了 害怕塌了 你看下这上面 是不是随时容易塌下来 这 这个外面是个圆形的 继续往里面 山顶上,还有 再进去看看 这个结顿诸中遗址,这个面积,建筑面积非常大 它在一道山坡顶上 而且要想从下面攻上这个山的话 基本上,在冷冰期时代可能性非常小 主要是,只要能够困住水源就好松 早期的时间 很宽很宽一条路 在这里 我们上去看看 这才是真正的古雕楼啊 我们在外面先看一下 下面有啥 是一路的墙 可以绕方一周,有塌了好多地方 走吧 哇 看看 上面的木板 这个木板,一季有多少年就多少年了哈 600多年了哈 已经蛀虫了这个木板 看到没有 这个位置 木头 打过来到 这边 它分了层 好多层这里面 这个位置很容易塌的哈 朋友们 看看头顶上 确实容易塌呀 不然进来观赏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朋友们 三四层,五六层都有 谭盘主,啥都不说了,找一下有没有宝贝 有宝贝啊,找人啊 别人没有发现的啦,你要这样考虑啊 楼上的,这种仓库好大 哇,壮观壮观,太壮观了,这里 我们上到这个上面来拍一张 当然航拍更美,确实没有航拍机械 600多年的历史 现在成了遗迹哈,朋友们 什么东西啊 啥东西我也不认识啊,是不是宝贝 好多层啊,这个五六层这个位置 哎呀,他们在瞭望孔,看看 佩服古代这个劳动人民这种建筑艺术啊 工程量有多大,应该想一想 我们出来之后,围着这最山顶上这个 雕楼环绕这个一圈,转一圈看看 他们主走慢一点哈 小心,注意安全 横平素质的,你看一下这个脚 真正的,佩服古代人在这种建筑艺术 这种建筑艺术 要问孔啊,你在外面你想干啥吧 随便拿个长毛吧,一下就把你拉出去了 你转一转不进去 哎呀,这里有一个平台啊,这个位置啊 看一下,这里风景真的好 从哪个地方就上不来呀 那这下面是悬崖 上不来,上不来,上不来 算了,不走了 这是后面半截塌了的位置 啊? 小心点哦 哦 我靠 不敢看啊,不敢看 不敢看,不敢看 这个雕楼后面全不是悬崖哈 不能看,不能看,走吧,走吧,走吧 还好留了一些路出来 你看一下 里面大,外面小的这种观察孔 这种观察孔就是里面非常大 外面非常小 想干啥也干不了 走吧,我们下去了,朋友们 下去了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要么观深处住炉里的 这种古堡的话,山面临悬崖 前面可以上去 这后面,你看看,在河谷里面多深的悬崖 它就在悬崖上 而且我发现有个问题啊 这个位置是干啥的 逃生的地道也不像 我把镜头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我放不大了,在这个位置 这一条我都不知道是干啥的 边上也修了好几座掉落那个位置 而且有尾枪 这个悬崖位置你想爬上去的话 根本就不太可能 好了,朋友们 这个位置真正的非常壮观 再放大看一下,这下可以 那这个位置 这么一条很像是地道 我怀疑这个就是地道 好像可以上下 因为它上面有这个观察孔 看一下这个碉楼有多险峻 建在这个独自自的山头上面 好险峻的碉楼 古代人真的太了不起了 随着这条路过来 已经到了林区的终点 前面属于林藏 早期的林藏 现在过不去了 那边已经没路了 可能有条小路进到森林里面 因为早期的话是允许砍伐的 现在不允许砍伐了 这个位置还是有座碉楼 看看 这边 也有好几座碉楼 那个地里面 现在进入林区了 朋友们 下去之后全部都是森林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分界线 非常明显 我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看 对面那道山 就是光秃秃的 赤胶黄赤胶黄的 然后到这边来 那一片绿扬然的森林 原始森林都有 人家连林藏都有 就从这个位置 就从这个山谷断开 你看一下这边山上就是一样的 都不长树木 然后骑这个沟一断开之后 那边就长森林了 你说这个大自然神不神奇 还有这个位置 我们上来看一下就知道 这个吊楼也是碎起了哈 就骑这个山谷断开 那边就长树 这边就不长树 下去也一样的 下去之后 那边就像其那个位置断开 那边都有森林 这边都没有了 好了朋友们 我们准备 我们准备 继续回去 一直到河谷里面 热酒 继续往下山再出发 谢谢大家